此六条为表主义 我们进途中 早年 第一个建宗学会 是在加拿大成立的温哥华 第二个建宗学会是美国建宗学会 在旧金山附近的生活系 现在还都在 我写了一个缘起 建议修行五个科目 很简单 又好记忆 这五个科目就是我们修行的标准 第一个 敬意三夫 是世尊在 观无量寿经 观无量寿经里面所说的 三条 是我们学习所依靠的最高的理论一句 第一条 感应片 后面是修 十三业道 我教他做 乳是道的三个根 乳的根是弟子贵 道的根是谁 是感应片 佛的根是十三业 要认识 要认真去做 要落实 把它变成我们的生活 由这个基础了 这就可以修复 这就可以修复 修复是假的 不是真的 他没有根 一定有根才能修复 复才会修得好 这一条是小城 佛法的小城 一定要从小城到大城 不能列等 按部就办 才能学得好 那第三条 是法菩提心 身性因果 读诵大臣 全心心者 这总共三条是一句 是我们净土中修行的 最高指导原则 那么在行门 在正干 真正落实 从哪里 从六合经开始 我们的僧团不和 还修什么 早夜 家和万事性啊 不能不和 建和我同情 建和我同修 解决手法 家有规矩 家有家规 过有过法 现在人没有家规了 所以乱了 家乱了 根坏了 问题出来了 人的读读 在这些 是 是 读读